明星廣立委在15號是因為趕不及到議場質詢 院長韓國瑜就宣布提前散會不滿 質詢權遭剝奪 好對此洪孟凱就表示說 因為陳婷妃委員臨時改書面質詢 而造成後面的議事大亂 韓國瑜院長依照議事的規則主持唱名三次 味道形同是棄權怎麼會有錯呢 洪孟凱他就質疑說 綠委的舉動是真的想要質詢 還是真的想要故意羞辱韓院長呢 其實攤開資料發現說一堆 綠委他們原本是口頭質詢 然後後來就改成了書面質詢 或者說明明是有法定的30分鐘的時間 自己是要縮短成15分鐘 對行政官員來放水 其實就是對民意最大的羞辱 洪孟凱就表示改成書面質詢的話 綠委們就不需要來到立法院 這樣子都還好意思 指著說別人是翹班嗎 自己其實就是最大的薪水小偷了吧 那到底讓院會質詢提早結束是誰造成的呢 藍英說是順序排第一的陳廷菲嘛 他就是主要的關鍵 而陳廷菲的聲明稿現在也被打臉了 陳廷菲他說他上午11點40分的時候 抵達了議事廳要質詢 結果被議事人員通知說 因為韓國院長要接待外賓 所以要到2點半才能夠質詢 他要問副院長江啟辰跑到哪裡去了 而且他12點以前就已經確認 他是要改為書面 但是議事處卻是拖了兩個半小時 都毫無作為 沒有通知其他的委員 那陳廷菲不滿的說 國民黨現在應該是搞錯對象了吧 文莫他還附上了原本要質詢的檔案 但是陳廷菲這樣的一個說詞 被韓辦打臉了 因為院長辦公室昨晚回應表示說 韓國瑜在白天的時候沒有議事以外的行程 整天都在立法院 議事主持也是全程轉播 至於副院長張啟辰 則是有外賓接待的行程 等同是打臉了陳廷菲 所以立法院在昨天下午真的是議程直接大亂 許多立委準備不及 院長韓國瑜才是散會 那綠營對此強烈的不滿 不過媒體人羅旺哲他就指出了 選前大家喊說要國會改革 但是總是讓人聽起來很遙遠 改革的方向又有一些爭議 如果要真正實際做到的話 可能就還需要一段時間 而民眾期待的國會改革範圍內容 絕對不止立委他們提出的那幾項 一般人可能更在意的是立法院的常年陋席 所以羅旺哲他也指出了 目前看起來立法院長韓國瑜 用最直接的方式來導正這樣的一個陋席 從現在開始所有人的皮應該都會繃緊許多 那對於民進黨他們這樣群起砲轟 從韓國瑜沒收質詢前 立委許巧欣他就大酸說了 韓國瑜他是按照議事的規則開會的 但是綠營你們遲到又急急歪歪的 是一群綠色巨嬰嗎 民進黨今天根本就是上演一場綠色巨嬰崩潰秀 按照議事規則兩點半開始開會 你仍沒有到場唱名三次就是視為棄權 你如果來不及可以選擇去跟其他人去調整時間 但是兩點半開始開會 我們按照程序來說的話 上面就是不會寫誰是幾點幾分上台 這只是一個推估我們只知道順序 所以你早就應該提前在議場裡面去等待 那今天如果你來不及被跳過了 基本上你就是摸摸鼻子 沒想到民進黨還這麼大聲的 跑出去踢管譴責韓國瑜 一點道理都沒有 就像你今天如果去醫院 掛號然後呢你自己人沒有到 跳號了 你會去掛醫生說見死不救嗎 今天你去知名的餐廳吃飯 排隊拿了號碼牌 結果呢叫到你的時候你不在 讓別的客人進去了 你可以去掛餐廳說要餓死你嗎 這都是笑死人的一些說法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真的是上演了一場 綠色巨音崩潰秀 那媒體人黃陽明他也表示說了 正常的狀況下 當天排定質詢的立委 應該要自行到議場待命 但是實務上 大家都是先粗估一下自己質詢的時間 那等前一位上台的時候 才會到議場去待命 因此大部分的時間 其實議場內都是空蕩蕩的 只有兩三人在場 但是他認為說這個不應該是國會的常態 黃陽明他也爆出肇事的主因 除了韓國瑜以外 沒有一個立委到場 只要現場有一個立委在 並且提出先休息的請求 就可以避免整起事件發生 所以他就痛批說這種問政的素質 還好意思嗆瞎 說主席為什麼不休息等人 另外前立委郭正亮 他也表示說了 質詢的立委 你本來就應該要提早到達會場 所以韓國瑜他從頭到尾都沒有錯 就是繼續按照議程往下走 不過他也認為民進黨立委陳庭飛 他臨時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理論上呢 議事組是可以善意的提醒 民進黨的立委自己沒有在現場 事實上總質詢 甚至我們都要提前 比如說你前面有兩個人 我們就先進去議會了 因為三十分鐘質詢 有時候他只講十分鐘 所以你時間就會被縮短 那更何況有人放棄 那表示他也沒有打開那個監看的電視 不然你怎麼會完全跟不上那個時間 所以我基本上認為韓國瑜並沒有錯 當然有人會說韓國瑜沒有體諒一下說 我們就修會一下 修回三十分鐘 可是基本上他沒有錯 因為你本來就質詢 然後前面有人沒到 你自己要盯著看 本來就是這樣 但現在這個事有帶風向 韓國瑜就是趕著要下班 這個你隨便講 反正現在就是說朝野協商說 要就這幾位沒有質詢到了 是不是可以補牌 這個也不難 韓國瑜要急著下班 陳丁芬已經先下班了 陳丁芬已經走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根本不是什麼議題 就是因為洪森漢沒有質詢到 所以他有點生氣了 可是自己有問題嘛 對於昨天下午這樣子 表定質詢的委員 想必都覺得很委屈嘛 但是另一方面 也正代表立法院呢 這個習於便宜行事 凡事都很麻糊 如今有人切實的遵守議事的規則 反而造成了雞飛狗跳 立法院會開了天窗 隔魁和行政官員 在台上他們是枯坐乾等 登記質詢遲到的立委 事後竟然還好意思 歸咒於主持議事的國會議長 以及議事人員 國會尊嚴掃地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轉問